刺客信条2 绝大多数老玩家的入坑之作 由于一代强烈的影子作用 个人感觉二代才是整个系列正文的开始 故事从一代那满墙的神秘符号开始 刺客组织的卧底露西 浑身血迹的叫醒戴斯蒙 没时间解释 让戴斯蒙赶紧躺进阿尼姆斯 但这一次的记忆并不是阿泰尔的 而是200多年后 1459年的意大利弗洛伦萨 奥迪托雷家族组长 银行家乔瓦尼看着健康的儿子 给他起了个简单好记的名字 埃及奥奥迪托雷达佛罗伦萨 从今天开始的未来几十年中 眼前的婴儿埃及奥 会像一只被遥远的月亮 所吸引的飞蛾一样 不停地向前飞着 直到最后发现了一个 难以置信的惊天秘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他才信物 自己只是一个传递者 传递一条他无法理解的信息 这就是他一生的使命 此时路西把戴斯蒙叫醒 他已经拿到埃及奥的记忆起点 必须立刻撤离阿布斯泰格公司 他把戴斯蒙带到刺客组织的临时基地 想把他训练成顶级刺客 以拯救岌岌可畏的刺客组织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利用眼前这台二代阿尼姆斯 让戴斯蒙跟埃及奥一起成长 时间来到1476年的佛罗兰萨 日后人称老色批的埃及奥 大了面拿自己跟人家姐姐的风流式 羞辱前来围攻自己的帕奇家族 少东家维耶里 让对方一石头开了个唇 留下了永久伤疤 额外提一嘴 这个嘴角伤疤刺客信条系列 很多角色都有 包括但不限于阿泰尔 戴斯蒙 埃及奥 埃福林 巴耶克等 此时哥哥非带里克前来助拳 哥俩打得帕奇家族屁滚尿流 两人爬到教堂塔顶玩过了后 哥哥说回家吧 要不老爹等急了 而埃及奥 不愧是将来的老色批 主打的就是一个见风插针 争分夺秒去跟女朋友见了一面 这里记得及时QTE 否则有些画面你是看不到的 忘了回家的埃及奥 第二天一大早被人家姑娘他爹骂醒 结果自己才刚跑回家 不管是打架还是跑妞 老爹乔瓦尼早就知道了 让乔瓦尼这一通夸他擅长五枪弄棒 老爹让他给好朋友 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美蒂奇送信 镜中提及帕奇家族可能涉及叛国罪 不巧的是 洛伦佐有事出门过几天才回 只能回家复命的埃及奥 正好遇见父亲在密会好友 佛罗伦萨正义骑手乌贝托 乌贝托说吃个一两天问题不大 可出去溜了一圈的埃及奥 再次回家时 家里却一个人都没有 自己也差点被女佣袭击 原来家里男丁都被抓去了领主公 把妈妈和妹妹安顿在女佣亲戚家后 埃及奥独自爬上了领主公 老爹来不及解释 叫埃及奥赶紧去他书房密室 那里除了一身帅极了的装备之外 还有一份重要文件 必须立刻送给乌贝托 对方一看就明白了 有了这份文件 就能证明奥迪托雷家族清白 但心急如焚的埃及奥并没有发现 乌贝托家里还有位陌生访客 都冒难 第二天一大早 埃及奥来到无罪宣告大会 可昨晚口口声声要证明老爹清白的乌贝托 现在却言之早早的指控老爹叛国 两手一探说自己根本没收到什么证明文件 然后一声令下 老爹 哥哥 甚至尚未成年的弟弟都被处以畸形 乌贝托也在人群中发现了悲痛欲绝的埃及奥 大批卫兵赶到 埃及奥好不容易杀了出来 来女佣亲戚家找妈妈和妹妹 好家伙 女佣的亲戚宝拉人如其名 老宝一眼认出埃及奥臂甲上坏掉的绣件 说这东西 只有埃及奥妈妈的男闺蜜达芬奇能修 通过解密一份加密手稿 达芬奇发现 这东西能用归能用 但得先砍了无名指 报仇亲切的埃及奥 布加斯所伸出了手 达芬奇一刀坦白 开玩笑的 根据手稿改良后的绣件 根本不用砍掉使用者无名指 而改良设计的手稿作者 就是传奇刺客阿泰尔 搞定装备后 保拉说乌贝托要去圣池子教堂 参加艺术展 这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洛伦佐指责他过于武断 处决埃及奥家人 乌贝托自然也没啥好奇 两人似乎并不对付 急于报仇的埃及奥跟了上去 用假传的绣件 了结了这个正义其手 罪恶的一生 逃出来时 埃及要遇到一个诡异符号 原在现代的戴斯蒙一眼认出 这不就是阿布斯泰克 实验室的隐藏线索吗 而当鹰眼启动后 刺客组织的程序员很快发现 这是一串加密代码 解密后发现这是戴斯蒙的前任 也就是16号实验题所留 16号自称发现了某个惊天秘密 但因为在阿尼姆斯中待得太久 他患上了严重的出血效应 自知十日无多且逃不出去的16号 在实验室给17号 也就是戴斯蒙留下了血树的符号 这枚符号解密后是极其短暂的录像 16号留言说 找到30枚符号并解密后 就会得到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相 怀揣着巨大的疑问 埃及要只能先带着母亲和妹妹逃出城外 回乡下老家的庄园暂避风头 然而这也被帕西家族的维也里猜到了 爽放击战震撼 突然无数飞刀袭来 伴随着一阵粗犷的大笑声 来的人是多少年没见过的大伯马里奥 他听说了佛罗伦萨的事特来接应 直到这时埃及要才知道 老爹明面上是个银行家 实际上却是一名刺客 而找茬的帕西家族则是他们的天敌 圣殿骑士 同时乌贝托也不是背后主谋 这么躲下去并不是办法 马里奥向他保证 会把他训练成一名顶级刺客 好让他亲手为父兄和老弟报仇 第一站就是帕西家族的城堡 埃及奥潜入城堡打开大门 放大伯和他手下的佣兵们杀进城堡 维耶利父子正在跟一伙人开会 为首的 正是当时在乌维托家的兜茂南 城堡闹出这么大动静 他们毫不在意 原来他们的计划 竟然是攻打佛罗伦萨 推翻美帝西家族 一伙人安排维耶利断后后 便离开了城堡 埃及奥没工夫跟杂鱼纠缠 直接爬上高塔 一键结束了这货的生命 并拿走了一份手稿 此时马里奥告诉埃及奥 那个兜茂南 就是圣殿骑士团 意大利分策最高大师 罗德里格伯吉亚 想要干掉他 必须把他的党羽一一剪除 同时马里奥说到 那些手稿输液来自他们的先辈 曾经拥有一点碎片的阿泰尔 阿泰尔曾经说过 有某种强大的上古神器 藏于地下宝库 找到所有手稿 并交由大分器破译后 就能拼出地图找到宝库 埃及奥一口答应下来 在老家修炼两年后 于1478年重返佛罗伦萨 接应的盗贼工会头目乌尔佩告诉他 帕奇家族组长 维也里的老爹今晚 要参加一个秘密会议 埃及奥从圣木潜入后一看 好家伙不是冤家不巨头 还是当年那帮人 他们已经准备好 推翻美帝奇家族 计划明天一早设计埋佛罗伦佐 几个人兴冲冲的说道 明天一早 佛罗伦萨就会升起 感性的太阳 埃及奥在圣木深处 发现了跟老家圣所 供奉的一样的雕像 并在圣关中发现了一枚机关钥匙 而老家这六尊雕像 是从东方到西方 从古埃及到古中罗的 七位伟大刺客 带回他们的机关钥匙 便可解开阿泰尔的封印 拿到他留下的传说装备 第二天一大早的圣母百花大教堂 一群圣殿骑士骤然发难 率先杀了洛伦佐的弟弟 同时趁他不备 卑劣的一刀袭来 幸亏埃及奥及时杀盗 在帕奇家族的重重包围之下 救下重伤的洛伦佐美蒂奇 等着救自己的埃及奥 是奥迪托雷家族的人后 洛伦佐叹了口气 仿佛这就是自己的宿命 原来早在他六岁时 埃及奥的老爹 就从河中救过他一命 窝愁家恨老交情 埃及奥无论如何 要寡了帕奇一族 维也里那个出了家的主教 大爷还想鼓动民众 没想到维也里老爹的尸体 直接被埃及奥推了出来 民众一哄而散 主教也落荒而逃 跑往城外的帕奇家族城堡 埃及奥一路跟踪上去 罗德里格又是罗德里格 他对帕奇家族 接二连三的失败 已经忍无可忍 居然直接手认了帕奇主教 并且老谋深算的 他早就发现了埃及奥 一场恶战爆发 埃及奥大杀四方 只可惜罗德里格已不见踪影 而他的线索 这一段就是两年 直到1480年才听说 他出现在维尼斯 埃及奥立刻前往 路上遇到达芬奇 还带着他未完成的飞行器 正当达芬奇 滔滔不绝 聊着这个大蝙蝠池 埃及奥突然发现不对 有人来了 是罗德里格的骑兵 他直接跳下马车 拦骑追兵 跟达芬奇约好的 前方小城佛丽相见 两人在码头 遇到一个被困的女人 以埃及奥见一个 聊一个的本能 那没有不出手的道理啊 可一听说他要炮人家 达芬奇差点笑皮差了 哥 你知道人家是谁吗 米兰公爵的闺女 佛丽领主的老婆 有几个脑袋够炮人家的 那时路歇却突然叫醒了戴瑟蒙 他已经在阿尼姆斯中待了太久 再不醒来 很可能也会导致出血症 可惜 似乎还是出来晚了 埃及奥已经出现症状 往往呼呼间 现实跟阿泰尔的记忆交织成片 跟随一个人影 一路趴到塔顶后 此人竟是当初 假扮罗贝尔的女骑士玛利亚 两人一通天围被地围床后 诡异的事 戴瑟蒙的记忆圈 没有继续跟随阿泰尔 而是滞留在玛利亚这里 醒来时仿佛一场 浑身倒汗的噩梦 戴瑟蒙发现路心闷闷不乐 原来昨晚刺客组织 又损失了两队八名刺客 必须赶紧进入阿尼姆斯 尽快找到神器 记忆中的时间又过了一年 1481年的美尼斯 但水上之城华丽的外袍之下 却爬满了腐败罪恶的狮子 埃及奥目睹了普通的商人 被警察以保护之名敲诈勒索 前去投诉时又被卫兵污蔑入狱 这些公民像臭虫一样 被各种公权力捏来捏去 此时埃及奥遇到女贼罗莎被卫兵围攻 想都不想出手就下 而罗莎也是个温柔妹子 被他反复问候的 是盗贼工会会长安东尼奥 跟埃及奥一样 他们的目标也是盘踞在 丝绸供的威尼斯商人领袖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 商与后的罗莎被埃及奥 这一通友好交流 顺便还教会了他一些攀爬技巧 帮盗贼工会处决了几个叛徒 通袭商人运输队 把他们伪装成商人弓箭手 做好万全准备后 一行人直接强攻丝绸供 埃及奥偷听了商人领袖 跟议员的对话后 直接击杀了他 盗贼们则打开了曾经拒民万里的宫殿 把商人们搜挂来的 明纸明膏重新还给人民 而埃及奥已经悄悄离去 暗中跟上了那名议员 果然 罗德里哥也在 这帮人妄图推翻佛罗伦萨失败后 如今又想无法炮制 通过下毒的方式 暗杀威尼斯总督 以扶持商人领袖的堂哥 白胡子老头上位 但总督工警卫森严 根本找不到突破口 埃及奥来找达芬奇 达芬奇一听 路上行不通又怎么样 兄弟你不知道威尼斯是水城吗 所以可以飞进去啊 有道理 但眼前这个半成品滑翔机 飞不出去断眼就摔了咋办 达芬奇气得把手稿扔进火炉 此时火炉中翻飞的纸线 突然点醒了这个天才 对啊 只要在路线上放几把大火不就行了 在安东尼奥的帮助下 盗贼们在日落前守住几个哨索 一切准备妥当后 有道是水城里分齐季风 运河上盗贼纵火 埃及奥驾长风而去 灵焰火直奔总督工 那乡边 总督闻动静平澜而望 这次地 一员恐生便唤其饮茶 埃及奥清除远壁入宅院大喝且慢 则一员冷声计笑 小伙子你就驾来吃 埃及奥一看 微倒台喷毒血身亡气绝 于是乎奋争先举袖剑利刃封侯 可惜卫兵误以为是埃及奥行司的总督 好不容易才从他们的围攻中逃了出来 倒徒来白忙活一场 埃及奥杀了个小毒 反倒让白胡子更轻松的当选了总督 这货从不踏出总督工一步 幸亏威尼斯一年一度的嘉年华要到了 安东尼奥的好朋友 泰奥多拉修女说白胡子也会参加 埃及奥对泰奥多拉的身份特别好奇 她一边是圣洁修女 一边却是知名妈妈桑 没想到人家直接说 这就是人家的人道 这话让埃及奥一听 姐姐 我也是练这个救赎的呀 但参加内部嘉年华得有专门的面具 埃及奥连赢四场势在必得 但万万没想到 冠军和面具却搬给了白胡子的私人保镖 但丁 讲道理 这哥们也是个苦命人 曾经是白胡子的好朋友 也是威尼斯卫队的卫队长 只可惜白胡子看上了他老婆 也是派人暗杀 但丁连中四刀干掉所有杀手 最后头上插着刀跑了出来 人活了下来脑子却插坏了 坑了白胡子的无脑卫视 不过人傻就好 在小姐姐们的掩护下 埃及奥轻松偷走了面具 混进了嘉年华那场 白胡子还是极其谨慎 绝不下船 埃及奥掏出达芬奇造的袖枪 在烟花的爆炸声掩护下 一击逼命 从围攻中逃出来后 修女姐姐拉着埃及奥 准备救赎救赎庆祝一下 没想到埃及奥却来了一句 姐姐 我这波最大了 得多救赎几下 没问题啊 可在帮新总督解决最后余孽时 傻大个弹钉说出了真相坏了 罗德里格是故意把他们扔在这当靶子的 目的就是为了拖住埃及奥 而他本人则前往了塞浦路斯 时间已经来到1488年 距离当初父兄右弟被害已匆匆十年 可埃及奥还是没有首任元凶 罗莎帮他偷来一份塞浦路斯到威尼斯的货运清单 或许从中能找到罗德里格秘密运送的物品 同时 达芬奇这些年通过破译手稿 终于解密出一绿文字 当第二件碎片被带到悬浮之都时 先知便会出现 碎片很可能就是罗德里格的货物 而悬浮之都很可能就是水城维尼斯 显然大事即将发生 而这似乎跟马里奥大伯说的地下宝库有关 再联想到手稿很多是从圣殿骑士那找到的 也就是说 罗德里格搞不好也在寻找这个宝库 第二天塞浦路斯的运输船抵达后 海角跟踪密室 果然发现了一件神秘宝箱 他暗杀了卫兵换上他的装备 跟着密室把宝箱带到码头 罗德里格果然在那 解决了杂役后两人即将单挑 罗德里格冷笑起声 小伙子啊 传说中的先知就是你哥哥我 而宝箱中的则是阿泰尔的伊甸苹果 两人直接打了起来 刺客信条2除了长毛兵和双手剑兵都可以谈反 只不过宝斯不能被处决罢了 但问题不大 一下一下谈反 抽嘴巴子也能把罗德里格抽死 雪条空了之后 罗德里格不讲武德 叫来大批卫兵 没想到一伙人杀了出来 托斯卡纳乡下的马里奥大伯 佛罗伦萨盗贼老大沃尔佩 威尼斯盗贼老大安东尼奥 以及埃及奥救过的佣兵头子 甚至宝拉和兄女俩大姐也来了 只有一个人埃及奥不认识 马基亚维利 这帮人来干嘛 来见证先知的将身 原来自己一路遇到的这一大帮子的人 全是刺客组成员 而他们的使命是保护人类文明的进程 这些年来他们训练和引导埃及奥成长 为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 是的 埃及奥就是预言中的先知 大家手拉手一起宣誓 咬杀鱼杀 爱咋咋地 然后排队跳楼完成信仰之月后 从今夜开始 埃及奥便正式成为刺客组织的一员 此时埃及奥他们也发现了 一点苹果的奥米 他会侵蚀意志不坚定之人的心灵 其他人都被拦了点神圣震撼 但不光埃及奥没事 达芬奇也在金光中看到了一大堆土质 总之此乎绝不能落入罗德里格手中 他们决定 暂时把苹果保存在城间泡立的佛丽 当年被埃及奥救过的米兰公爵之女卡特琳娜 已经杀了自己的圣殿骑士老公 直接出任了佛丽女伯爵 而就在卡特琳娜出城迎接时 罗德里格的拥兵趁机攻占了佛丽 这个汉妇在城下狂飙脏话吸引敌人注意 埃及奥则从水门暗道潜入 打开了城门 但杀入内城城堡后 卡特琳娜却发现自己的孩子被抢走了 面对要挟 这老姐们裙子一中 随便你们杀 老娘还能接着生啊 不过话时这么说 但埃及奥还是得暗中帮他救人 杀这几个还是很轻松的 但没想到就是因为轻松 埃及奥大意了 让佣兵老大临死前捅了一件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黑袍修士 拿走了伊甸苹果 被卡特琳娜救醒后 埃及奥把淑女姐姐猛疗了一通 立刻赶到修道院却查无所获 时间一转已经是1492年 罗德里格就任第215任教皇 始成亚历山大六世 直到1497年才听说 有人拿着一点苹果 给佛罗伦萨各行业工会会长心了 把繁华大号的肥冷脆 硬是搞成了街斗窝子 没办法 埃及奥只能挨个暗杀 这几个任务 我感觉是全游戏游戏性最好的段落 不能狂战 必须绞尽脑汁从重重卫兵保护中 以各种方式隐移行踪 或是锈剑或是锈枪 充分用各种战斗方式完成任 清醒过来的市民们开始围攻修士 他掏出苹果 妄图再次控制大家 被马基亚维利一刀射中手腕 埃及奥找到苹果后 弗罗伦萨也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暴乱 史诚虚荣篝火 熊生大火中 市民们把修士捆在火星柱上 准备物理超度 但在埃及奥看来 任何人都不应承受如此苦难 即便他是罪人 于是冲上去一箭给了他个痛快 面对懵圈的市民 埃及奥说道 即便烧死他又如何 因为在你需要别人告诉你 你得做什么的那一刻起 下一个修士边注定会再次出现 回到老家庄园后 大家把手稿拼凑起来 居然是一副世界地图 而宝库的位置是罗马 准确的说是梵蒂冈 手稿中贴到进入宝库需要两枚钥匙 一枚是伊甸苹果 另一枚则是伊甸权杖 也就是教廷圣物 教皇权杖 怪不得罗德利哥拼了命的想当教皇 事不宜迟必须立刻前往梵蒂冈 而在此前的一系列探索中 埃及奥已经破解了全部六座圣物 从而解开封印 拿到了阿太尔传奇装备 轻松潜入教廷后 埃及奥一跃而下 本以为是一击毙命 但拥有权杖的罗德利哥 哪那么容易死 埃及奥用伊甸苹果制造出超级影分身 可惜权杖的超能力是冲击波 直接震飞埃及奥本体后 接着使他悬浮于空中 罗德利哥从容不迫的一刀刺入 然后转身进入密道 埃及奥赶紧追了进去 这次是罗德利哥失算了 本以为两把钥匙合体 就能打开宝库 可惜 宝库大门只为先知而开 没了神体的罗德利哥最后一搏 不再废话的埃及奥干掉他后 用苹果拳掌打开了宝库大门 一个奇怪女人的全新影像显现出来 她似乎早就料到埃及奥的到来 她叫密涅瓦 是地球第一文明医术人的圣语者 他们是地球上出现过的 高度发达的远古种族 根据自己的样貌创造了人类 并给人类DNA植入神经传导器 以通过他们打造的伊甸碎片控制人类 但后来双方却爆发了 旷日持久的战争 公元前75,010年 人类和医术人的混血儿亚当和夏娃 作为混血儿的他们并未植入神经传导器 因而不仅能免疫伊甸碎片的心灵控制 同时也偷走了伊甸苹果试图逃跑 只不过半路被某种不明势力阻止 医术人在大灾变 也就是所谓诸神黄昏的日缅物质抛射中 极尽灭亡 幸存者离开了地球 只留下密尼瓦的全息神域 而人类却凭借强大的繁殖能力 繁衍了下来 并一直被亚当和夏娃的刺客后代们保护着 这就是16号用血树留下的人类真相 同时在16号漫长的人类历史漫游中 他发现从伊丽莎白到圣穷甘地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越战 从爱迪生和特斯拉的对抗 到阿波罗登月计划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伟大人物 每一次历史转折事件 每一次的科技突破 其实都与伊丁随片息息相关 而密尼瓦口中的这些答案 并不是说给爱迪奥停的 作为先知 爱迪奥的使命只是传递真相 没错 但是说给600年后的戴斯蒙停的 此时警惕大作 是韦迪克博士带着阿波斯泰格公司的人来了 一番激战 韦迪克博士独自逃走 但戴斯蒙和路西却知道 前方已无路可退 战斗才刚刚开始 此时游戏结束 我是火力地宝 感谢你的收看 下期再见